马来西亚槟城的慈激志工 受邀参与了双西里蒙村的扫街活动 志工们可是从清洁日的前一个星期 就开始挨家挨户进行宣导 希望大家把瓶瓶罐罐纸箱收集起来分类回收 既可以爱护环境 也能够拿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个地方总共是大概44个的地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靠多少龙 配合马来西亚卫生局及地方政府 举办的清洁活动 槟城慈激志工来到双西里蒙村 挨家挨户拜访宣导资源回收 或许因为事前的宣导起了作用 清洁日当天 整个村子的居民几乎全体总动员 大家不光是扫街 还把家里的回收物都拿到广场 一起分类回收 公立居民之前是因为一场火灾结缘 如今又因为清洁活动再续前缘 不少民众也都希望这份缘能持续下去 大家新闻 马来西亚 众口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